因应客运业的缺工潮要省下成本 首都客运开出第一枪 往返基隆跟台北的1579路线 从7月15号开始将取消车上投线 不再收取现金 民众都必须要采取电子票证来付费搭车 如果没有电子票证的话 下车就要现金补票 业者初步估算 取消车上现金收费跟收银机制 一个月下来 大概可以省下约6万元以上的人力成本 未来将评估扩大到其他的通勤路线 搭上客运却忘了带悠游卡 这时投入现金也很方便 但有客运业者为了省下成本要取消投线措施 往返基隆跟台北的首都客运1579路线 从7月15号起将会取消车上投线措施 也就是车上不收现金 民众必须采电子票证付费搭车 如果没有电子票证 搭到市府转运站或八斗子站后 下车就要现金补票 这不只创下了业界的首例 未来还将评估扩大到其他的通勤路线 我们是自己骑车的 天气太热啊 就会想要坐车 那坐车的话 我们没卡我们就不要不方便 前几天有卡就不见了 然后就投币了 业者进一步分析 1579路线的旅客 目前有高达98% 使用电子票证 比市区公车还要高 头线旅客只占了2% 但每部车却都要是收银机 收办后要送到总公司算钱 再搅到银行 后期人力成本高 加上客运运价已经有17年 没有调整 不仅缺司机缺战务员 连鼠币人员都不好找 后端更要有房币监督人力 只能想尽办法省成本 另外在桃园公车站前 常常排的人龙等着搭上公车 桃园部分市区公车 原本就有严重的拖搬状况 随着TPass通勤月票上路 吸引更多通勤族搭乘 也让不少民众哀嚎 公车更难搭得到了 市府交通局也坦言 驾驶人力不足 只能持续推动真财留财 还能尽早恢复稳定的公车班次 记者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现在